好,我們看一下立體8 它說有個等差數列呢 首項是負的106 所以在旁邊寫a1等於負的106 公差是17 所以租是17 要問我們說的是呢 這個數列啊 D級項開始為正數 因為你知道你的首項啊 是負106 公差是17 也就是說呢 再下一項的話呢 我是往上再加17 雖然它負的106有點小 但是它一次加17 一次加17 越加越大 慢慢的越到後面的項 它會越來越怎麼樣 有可能轉成正數嘛 所以他問你說呢 這數列D級項開始啊 它會變成了正數 所以我們現在想法是這樣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D級項 就是DN項 我們只要把這個N給找出來 那因為呢 我們知道我現在要求的是什麼 我要求的是DN項 它要大於0嘛 這是我的要求嘛 我要求DN項大於0 那我們也可以代入公式啊 什麼叫DN項 DN項叫A1 加上N-1倍的公差嘛 我要求這個東西要大於0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有的數字給代入啦 A1是負的106 因為你N就是我要所求的 所以N-1不曉得 公差是17 它要求我要大於0 那我們今天可以把這負106怎麼樣 加過去不等是右邊 所以17倍的 N-1 它要你呢 大於106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把17除過去啦 所以N-1要大於怎麼樣 106除以17 我們在旁邊呢 偷偷給它算一下 呃...5倍 6倍好了 67426616 7894 哇剛剛好 於是 所以你知道呢 17 106除以17 大概是6點多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大於的是6點 多少呢 不重要了 多多多 那也就是說呢 你的N-1要大於 再把這個-1加過去 要大於7點多 欸什麼叫大於7點多 不是7哦 大於7點多 因為N是正整數嘛 你是大於7點多的一個正整數 你當然是取這個N啊 等於8 也就是說呢 在第8項開始呢 就為正數 也就是說A8呢 就會大於0了 而我們的A7呢 是小於0的 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立體8